面对岛内舆论的批评和民众的呼告 民进党当局没有 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有效办法 反而不断的制造两岸隔阂和对立 进行政治操弄 他们这么做呢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推卸责任甩锅大陆是他们惯用的套路了 可以预见呢 民进党当局今后还会拿大陆说事 继续编织新的谎言 转移视线 到头来呢只会更加的坑害台湾老百姓 那么在台湾疫情日益严峻的当下 我们再次重申愿意尽最大努力 帮助台湾同胞抗击疫情 让台湾同胞尽快的用上大陆疫苗 大陆的疫情防控专家也可以和岛内的同行 分享抗疫的经验提供防疫的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